在市長陳其邁主持的開幕典禮下 儀式重點則是由目前僅僅高雄市還存在的 拉阿魯蛙族祈老 帶領16族原住民代表 共同以原住民特有的傳統儀式祈福 象徵族群融合團結 也意味原民傳統文化代代相傳 接著16族的原民輪番上陣 表演各族的舞蹈 其中並包括雄市亮相的動詞動詞創意舞蹈 今天我最帥 這個是拉阿魯蛙的傳統服飾 我們今年的 連封連節也拉阿魯蛙族為主 應該是第15族 我們高雄很特別就是我們原住民族的朋友 有三萬五千多人 總共我們現在原民會註冊的有16族 16族高雄都有 全台灣原住民共有16族 高雄市全部都有並且落地生根 由此可見高雄原民文化的多元豐富 讓原住民語言向下傳承 並且深入族人對傳統文化認同 被市政府列為重要推動目標 今年阿布什就特別的跟我們幾個原住民的議員 大家都很用心 讓我們在活動上預算上 整個局處也都動起來全力的來幫忙 讓我們的原住民族能夠真正的在我們高雄市 就是能夠有當主人的感覺 陳其邁表示 為了鼓勵高雄市原住民盡情保存原民文化 原民會每年地勤舉辦聯合豐年祭 期盼能透過文化展演與交流 提供原民族群一個文化認同與傳承的場地 歡迎市民朋友一同來參與體驗 記者金獻忠 高雄報導